强烈推荐大家去养这个植物 这个叫啥呢 叫做狗尾红 之前给大家做过视频 我说了它 它只要长就能够开花 单朵花能够开好几个月的时间 你看看 它从底部到上部 全部都是红红的 像狗尾纹一样 单个花长度在半米左右 用手去摸的话 毛茸茸的非常的好玩 所以说如果说家庭中有地方的话 你去找一个大样的花盆 种上它绝对没有问题 有好多话就说 它是不是真的私底开花 它只要再生长 只要长出新芽来 新芽长上一厘米左右 就开始往外冒花 就会不断的开 所以说它整个蜘蛛上 全部都是红红的花 多漂亮呢 如果是南方地区的话 您直接可以地栽 如果是北方地区的 您直接在到花盆里就行了 但是在家庭中栽培 小齐试过了 之前都是在花盆里栽的 所以说要用透气性好的土壤 花盆不能栽小 而且不要用深盆 这样栽培上保证光照充足 全年无差别 放在太阳光底下去 哪怕是夏季也不需要遮阴 保证别缺少水分 一般情况下通风好点 土表干下去一两公分 及时地给它浇透水就行了 肥料的话 想要开花开得多 直接使用 零元素含量高 其他元素也不缺湿的 比如花多多二号 一个月两到三次 如果没有的话 您可以使用通用肥 一个月两次左右就可以了 浓度都是一笔一千 这样定期的去浇灌 它在家中就不会出问题 它也是喜欢微酸性土壤的 家庭中如果说 属于水质成碱性 土质成碱性的话 要定期的浇灌熬和铁 这样叶片才能够油绿 根系才能够长得好 根系发达 它长势好 开花才会开得多 非常好养的一种植物 好多人说 觉得它开花不可能开得这么久 你看一下就知道了 它之前几个月开的花还在上面 只是说 逐渐的有一两个 出现干枯的情况 只要按照小七说的方法 您去摘肥就不会出问题了 它现在上面长了一些侧芽 我打算在秋天的时候 也就是现在 把它剪下来 去牵插一下 看看能不能成活 如果成活了 分享给大家 如果觉得小七说的还可以 不要让给小七点个蛋 点关注带走